欢迎大家今天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今天的辩题是 甲方 奥斯卡掌挂风波 Will Smith应受更大谴责 粤方 奥斯卡掌挂风波 Chris Rock应受更大谴责 对赛双方为 甲方 保良局白周年年少中纪念中学 对粤方 崇珍书院 现在我会为大家介绍双方辩论 首先是甲方 主辩 沉贵林同学 一副 何芷晴同学 一副 大振折同学 结辩 黄祥殿同学 让我看书方的同学 好 另外 粤方主辩 朱泳之同学 一副 张靖仁同学 二副 杨卓熙同学 结辩 梁稀仪同学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南田城堡陆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黄可乔小姐 天主教宋德英文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黄一熙先生 岭南大学中文辩论队队阅徐永言小姐 今场比赛分为主变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和结变总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4334 越方主变完成发言之后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隔方一副接着发言 等待越方二副完成发言之后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就会进入结变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之外 会试发言结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双 大家看得清不清晰这个30秒 双方同学 OK 越方的同学看不见到 都OK 都OK 麻烦你 好 那 够钟就会有两丁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就要连续经地下 叮叮叮叮 那 详细赛坤已经之前传了给双方的对错校 试问双方没问题 那另外 双方今场会不会有什么词语用乐语的 现在可以说吧 双方 因为这边是正方的 甲方这边的申请是人名 就是Will Smith 跟着Chris Roth 然后Jada 这些卫养 好 明白 愚芳是不是都是人名 是的,申請Vilsnip,Chris Walsh,還有JDAR,麻煩你 沒問題,雙方都同意 還有JDR,不好意思 是甚麼? Judy Love 入名 謝謝 好,雙方都同意就沒問題了 如果大家都OK的話 現在先請隔方主便發言 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和我示意說可言 示威,示威,請問聽聞聽到 聽到的,可以和我示意 叮 文在對各位大家好 今年3月28號 在全球1600萬對眼的豬絲下 令人難以置信的音樂發生 因為荷里活大明星 應家影帝竟然衝上台打人 不是開玩笑,不是劇本 真是大大力一巴掌下去 之後還要加句粗口 打人的是Will Swift 被打的是Chris Walsh 唯會Will Swift的人會說是Chris Walsh出口 雙人在先 甚至有人說出鮮鳥者戰 打死無遠的說話 但任何說話都無改一個事實 打人就是犯法 在法律角度就是對任何形式的姿態暴力 零容忍 法律就是社會契約 是維持整體社會安全的重要基礎 當然犯法就是挑戰社會界線 因此事後雖然Chris Walsh出現不需要 引來補翻編塔 但奧斯卡大會選擇懲罰的是Will Swift 一罰就罰十年可以參加奧斯卡 不可以說不同 字典員與Chris Walsh 擔任奧斯卡思儀的時候禍場考出 他調向Will Swift太太Jader光頭 但他可以參與魔鬼女大兵衣的光頭角色 事實是Jader光頭是因為患有鐵髮症 只見Will Swift最初都有保全零宵 而當他注意到Jader的評論 反了個白眼之後 Will Swift就走上頭向Chris Walsh掌掌 一個言語暴力 一個姿態暴力 實在沒有誰比誰更高相 尤其雙方都是公眾人物 現場仍是直播全球的公眾場所 一言一行更應檢點 但是若果真的要講到 誰應該承受更大的譴責 那我們就不可以自貪 由開玩笑到打人的位置幾分鐘去講 而是應該梳理前因後果 從更多角度去分析 我方提出從三大層面去受試 今日變態 法律層面 個人層面 社會層面 第一 在法律層面上 正如我剛才所說 打人就是犯法 至於出言無辱 除非牽涉受亨言論 歧視等 可則未提升到犯法的層面 聽回當日Chris Rock的還燒 雖然是低級還燒 令人不惜 但未至於犯法 所以在這個角度 Will Swift更應受到譴責 當然犯法不可能是唯一標準 因為人們可謂 任何方式明白 所以我們要同時考慮另外兩個角度 第二 在個人層面 即使Will Swift當日上台打人 原意是護妻 但他以捕製過的方法 不但沒有解決問題 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 當時Will Swift本身是電影界人士 當日仲榮星影帝 但在明知直播的情況下 衝上台打人 完全不尊重奧斯卡 也就是不尊重電影界 反映他預視只會任由情緒 蓋過理智 相反Chris Rock被人公開掌握 何嘗又不是當眾羞辱 但他選擇先完成工作 去一步海闊天空 才可能被這件事平息 一次就想比較良者應對手法 明顯都是Will Swift更值得譴責 第三 在社會層面上 Will Swift以其公眾人類的身份 公然執行私營 必然會衝擊公眾價值觀 事後洛杉磯時報訪問了1319個美國公民 當中竟然有高達六成的人 認為Will Swift打Chris Rock是沒有問題的 可見Will Swift的話影響已經中下 那些人響應Will Swift 十四塊下人錯誤 反而覺得Will很有正義感 好戶妻 是英雄這樣的存在 一種心態會對社會 造成怎樣嚴控的效果 大家可不可以想像到 各位我們不是住在各合性 我們並不需要欠覆合 好 就算Chris Rock言語暴力應該受到譴責 但Will Swift以暴制暴影響更深遠 最後請問友方你們之前更大力譴責 說錯笑話 正對犯法打人者的譴責 聽手一點 請問是否違反了社會道德奴緝 另外出師有名 是否就是可以合理發打人的理由 請友方回應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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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駕方隨便發言時有4分12秒 沒有超時 另外看到我的正方收音 在等候實導入近來 是否你們來的 我們有兩個台下的同學 明白明白 好 現在請粵方主便 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先跟我示意說可以 是否聽不聽到 聽到的聲音 聽到的聲音 好 可以 你是不是大聲一點點 因為你放下了 可以大聲一點點 好 好 叮 評判主席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同 暴力不慢 友方同學反對面提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覺得 Wil Swift不應該使用暴力 但是暴力可以分為很多種 例如肢體暴力 精神暴力分 而Chris Block正正使用了言語暴力 令當事人感到被冒犯和宗言 按照友方使用暴力 就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邏輯 Chris Block都有使用言語暴力 兩者都會用暴力引發問題 為什麼Chris Block不應該受到譴責呢 還是有方今天有雙重標準呢 回歸變態本質 要審視變態 可以由關鍵字眼出發 第一 更大 在奧斯卡掌國風格中 兩位當事人都犯上錯誤 Chris Block不應以笑話為名 傷害他人 Chris Block不應該以暴力解決問題 因此在雙方都有賽前提下 比賽領應最少討論 誰應該附上更大的後果 第二 譴責 根據看見 譴責指已受到更多的訴責和責備 事實在社會中 但多數受到譴責的行為都是錯誤的 例如違反法律 有違道德觀念等 而對社會造成越大負面影響的行為 受到的譴責更大 因此有班同學要證明點題 必須證明 Kris Block比Witch受到的譴責更少 都不會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我方兩對點是原因有 第一 拒絕言語暴力改變社會關係 正如我方信實所言 同樣出手傷人 言語暴力一樣是暴力的一種 甚至對人傷害更大 針對Witch妻子Jordan的情況 早在2018年 Jordan已經公開談論過自己脫髮問題 並坦然因為脫髮問題而出現憂鬱 最後用了極長時間加上家人的鼓勵 才可以提出訓練 然而在這次的掌控風光中 Kris Block以笑話為名 對Jordan傷害簡直是難以估計 一年事後沒有得到更大的譴責 只會令人淡化Kris Block錯誤 不以為即使使用言語暴力傷害他人都沒有問題 令其他下聲無綁 造成社會拉氣 到時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反問有方 是否跟著之後的人 繼續跟Kris Block的做法 公開對他人容貌 外表開玩笑 使用言語暴力都沒有問題 第二 事後毫無悔意 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張國事件發生後 Wil Smith上台班掌視 更內流滿面 表示自己有故意 過了一天 Wil Smith更在社交平台發文 公開向Kris Block道歉 表示自己出手傷人 只是無法忍受他人 用妻子的健康情況去開玩笑 令情緒突然激動了 在百分之中 Wil Smith更明確地指出自己的行為有錯 因為在愛同善良的世界中 不應該有暴力的存在 由此可見 在兩者都有錯的前例下 Wil Smith勇於承認錯誤 主動倒血 相反Kris Block之後的回應是甚麼呢 在張國風波發生三日後 Kris Block於波時便登台而出 當後常觀眾問到張國風波 Kris Block表示自己還在消化中 更表明在某個時刻 我就沒想到這件事 可能會很甜蜜 可能會很有趣很減少 直至現在Kris Block都沒有表明任何事 甚至道歉聲明 我見即使Kris Block作為使用 愈報力對他人進行的傷害 並沒有負意反應有方 在兩者同樣犯下錯事 是否沒有負意沒有意改善的一方 不過如果一方已經受到更大的負責 最後想問一方同學 Kris Block 事後即時到時 一方是讓觀眾知道打人不對 另一方可以主答自己的負意 但是Kris Block有否做到這些事情 多謝各位 好 月方主辨发现时间为4分13秒 无超时 之后就轮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先由甲方台上任何一位辩人向月方主辨提问 发现时间1分钟 月方主辨准备时间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定的提示 之后由月方台上任何一位辩人向甲方主辨提问 发现时间同相 双方各有一次提问和一次回答的机会 之后就回到一幅画节 双方没有问题 OK的 好 现在先请甲方台上辩人提问 有一分钟发现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我说可以 试麦试麦听得清楚 清楚的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方和我开辩自己都讲得出 今天要看的是谴责 有方和我都知道自己谴责更加大卦的其中一个因素 有方和我讲到是违反法律 有方和我讲法律 我方开辩已经和你讲了 今天 今天 Will Swift 原来是违反了公言无法罪和商人罪 反而Chris Rock的言语暴力 究竟是不是上升到这个法律 即这个犯法的层面呢 这个就难以相夸 但是反而我们今天看到就是 Will Swift 这么明显的举动已经是违法的情况下 有方同学认不认同 Will Swift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是值得更大的 谢谢各位 现在 月方逐遍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另外提一提评判 分子上面特别是月方的分子 第一格是回答的分数 第二格才是法文的分数 谢谢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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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粵方派出主辯回答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先和我說可見 今天有幫同學讀,其實挺麻煩的,現在是說譴責,你卻跟我們說法律 但是你覺得言語暴力就沒有出犯法了,是不是 言語暴力對Will Swift的妻子都是一種侮辱,都是傷到她的心靈 可能會導致她的新屋忘記不到的創傷,你是不是覺得這樣沒有問題呢? 就是言語暴力就不是法律的一種,言語暴力就不是傷人 但是打人就一定是法律的,謝謝各位 好,現在到粵方題文的環節,請粵方派出一位便宜,向隔方主辯題文 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海鮮和我看可見 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有幫同學講法律 其實有幫同學,你知不知道其實Chris Watt也犯了法呢? 我想問一下Chris Watt先瞄者電,一犯再犯,為什麼不受到更大的譴責? 但還有有幫同學跟他說社會的金風,我想問一下如果我們去打入 我們會有法律的才製,但是語言暴力呢? 語言暴力現在社會上鼓吹,也很難去追責 我想問一下有幫同學是否想要更加多的議員暴力去代替暴力呢? 如果Chris Watt沒有受到更加大的譴責,多謝各位 現在請隔方隨便準備,你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27秒 syrup 用來核心 叮! 还有15秒 好 准备时间结束了 现在请夹方准备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海鲜河事件 可以 叮! 有方刚才说Chris我提犯法 想问有方和我的理据在哪里 我发问是由洛杉矶的警告说他犯了法 另外有方同学跟我们说言语暴力 言语暴力是要谴责 但是有方和我的理据都有言语暴力 他是用粗口公言辱骂 Chris我 想问有方和我的这个是否是言语暴力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轮到夹方第一副面发言 然后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线和我说可以 试咪试咪试语暴力 听得清楚 清楚 可以 令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我方主便问了有方两条问题 一 是否支持更加大力谴责说错笑话 但就对犯法打人的人 谴责轻手一点 有没有违反社会道德逻辑 二 我方问有方 出师有名 是否就等于可以合理发打人的理由 有方没有回应 其实已经看得出 有方是知道 那式的犯法打人 准备Chris我的说错笑话 更加无法接受 法律是社会契约 封言犯法就是挑战社会底线 有方明知违反法律都是错的 但有方还要大力谴责Chris Rock 难道这个就是有方所谓的 不会承受更大的影响吗 其实听完有方四分钟的开店 但发现有方两个论点都站不住 有方第一个论点就是言语暴力 那其实我方从来没有说过Chris Rock的确实是有错的 他有可能是接触言语暴力 但有方似乎无视了 有方似乎在台下有讲粗口 难道Whatshift那个就不是言语暴力 难道Chris Rock那个就会导致严重后果 但Whatshift的语言暴力就不会导致我帮手帮的后果 再说了 Whatshift甚至更加光泛了这个肢体暴力 对比之下当然是Whatshift应该受责责 有方第二个论点就是跟我说 Chris Rock没有负义 是 道歉的确可以影响到大众观感 但又可不可以改变到Whatshift用暴力 应对问题的事实呢 显然就改变不了了 究竟在这个层面上面 道不道歉 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标准 成为他看谁应该受更大的谴责呢 可能根据有方邏輯 好 杀了的人道歉 是否更重要可以免受更大的谴责 好了 回到我帮主线 由个人层面来看 其实今天有方自己都知道 今天双方都有被公元抹欲的情况下 Whatshift的应对方式显然就截然不同 Whatshift的情绪充身头脑 正如我帮主面所说 明明通行暴力 但偏偏成为选择一个低暴者 用暴力的方式来见对问题 不单是解决不了问题 更加没有较及过自己的行动 后果和影响 在籍他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例如理想抗议 以后追究 但偏偏选择公元在奥斯卡戴罵 甚至掌掘主持人 难道是有方眼中用暴力应对 就是所谓的不应该受更大的责备吗 相反 Chris Rock被掌掘和辱骂之后 仍然大方地主持大独 没有被情绪骑派行动 被打之后仍然冷静 专业感圆场 没有被一时的冲动展开地市 更加没有因为被侮辱就还手 处理的方式显然更加恰当 和尊重当事场合 对比之下 有方是否觉得在公众场合 公然用暴力应对问题的行为 不值得受更大的责备 有方是否觉得一个犯法 和苦吹为正义就可以为所一为的人 应该受到更大的责备 麻烦有方正面回应 多谢各位 有方同学来说 社会轮流方面接受到这个暴力 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社会轮流方面接受到 Chris Rock的一半再犯 和先鸟者战士 来到一步的位置 先分析有方的立场 有方觉得 Vill Smith打人不对 我方同学 从来没有认为 Vill Smith的做法和恰当 但便是谈论的是 哪一个需要负上更大的责任 事实上 Chris Rock主动以他人的健康状况 开玩笑 对当事人来说 已造成的极大心理压力 对社会而言造成错门的风气 相反 Vill Smith不是没错 但回归掌掘风波事件 Vill Smith只是被人挑衅 一时三刻想保护家人 出手商人 事后也有为自己商人而道歉 方向有方 一个是主动影作 一个是被挑衅犯错 主动作为一个被挑衅犯错 谁需要更加的惩罚呢 有没有和我们说法律 但今天的辩题是 公众负责 法律不外乎人情 Chris Rock先鸟者战 一犯再犯 不是应该受到更大的贴责吗 就算退一步言言 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语言暴力的犯法是侮辱和歧视 但我想问一下 对Senev的妻子来说 这个笑话 是否侮辱和歧视呢 当然是 有方同学 再者 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社会金蜂去打人 但如果Chris Rocker 不受到更大的贴责 难道有方 想现在社会上 全部人都在用语言暴力 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语言暴力 因为暴力还可以有法律规管 但语言暴力就给社会金蜂 什么都不用付出代价 所以要审视片台 我们可以看看以下几点 第一 应不应该用他人的身体状况 去开故障 Chris Rock 以极其恶劣的笑话 去笑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第88届 奥斯卡班将的连难Chris Rocker 已经开始用种族其字笑话 去炒热面场气氛 虽然Will Smith上台打人不正确 但他真的是第一次一时冲动 但Chris Rocker 已经是第一次用极其恶劣的笑话 去用别人的双巴去开玩笑 他这样 不是应该受到社会更大的贴责吗 再一个 知错能改 莫善大意 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Chris Rocker已经不是错法 是不是应该受到更大的贴责 知错能改是一种美德 封死他人也是一种美德 但如果当一个人犯人再犯 又是不是应该受到更大的贴责呢 第二 第二 这个暴力适不适合呢 有一个 虽然Will Smith用了暴力 但是不要忘记Chris Rocker 也用了语言暴力 Chris Rocker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 用语言暴力 是不是应该受到更大的贴责呢 语言暴力其实比暴力更相忍 如果这次Chris Rocker不受到更大的贴责 只会助长歪风 令大家认为语言暴力比暴力更好用 从而大家觉得原暴力没问题 我们更加应该被Chris Rocker受到更大的惩罚 已经在2016年 他们已经开始在荷里 用总局其次的议题去开玩笑 所以可以看得出 其实Chris Rocker是少少负义都没有 只不过是一犯再犯 在表面上觉得自己肯抱歉 只不过下一次只会更加再犯 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如果不谴责他 他下次再犯 有方同学有点看 多谢各位 月方一副发言时间为3分04秒 网超时 现在请答方二副 现在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和我试译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清楚 清楚的 可以 听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先冷静一点 今天我方没有说过 不要谴责Chris Rocker Chris Rocker的确有错 那就要谴责他 所以有方同学先不要问人士听 好了 总结有方几点 首先讲法律 有方同学退了 答不了法律 因为有方都知道 Chris Rocker的确对比起 Real Swift法律层面上 更加Real Swift是应该承受谴责 于是有方就说 法律不外乎人情 好了 看看有方同学的人情是什么 首先有方同学说 原来因为Real Swift有道歉 但等一会才有方同学 今天道歉我不否认可以是影响后续公众对他的观感 但问题是否说到这件事的本质呢 正如今有方同学我打你一锤 然后跟你说一声 不好意思 有方同学认为是否可以一不勾销呢 同样大家的情况下 我即使有道歉 都是会受罚 因为破坏已经造成 也改变不了这件事 所以有方同学不停地说有护意 到底影响他的谴责在哪里呢 好了再讲 有方同学不停谴责语言报 的确说语言报很认真 我也很谴责他 但问题是 今天有方同学忽略的 就是Real Swift同样都有语言暴力 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今天他公然使用粗口 公然侮辱他的时候 为什么有方同学又不觉得他是语言暴力呢 按照有方者的道理说到有一心不记得的创伤 有方同学难道你觉得Real Swift 不开心当然会气愤 我明白 而Real Swift这一巴掌是发泄是报复是出口气 但偏偏这一口气换来是违反法纪 面临被控告公然暴力罪和商人罪处境 是换来公开场合行使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不当行为 更加是令大众难以接受的价值 之前我方开篇也说 Chris Rock的低级换摄的确是令人难以接受 但一个动口一个不止动口还动手 一时情绪失控有方所说 是不是又是可以真的成为了有方合理化打人和脑欲行为的原因呢 更何况呢 有方说暴力这么败振 Real Swift这么憎恨的时候 等一下 Real Swift这么败振 是不是更加不应该使用暴力呢 要制止暴力的时候要做的是建设 而不是升级他的暴力 有方都知道 刚刚所说到 就是16年时候 里安大导演面对Chris Rock 而亚裔的族群讲笑 当时里安有没有冲上台打人一巴 没有 令车向念和学院施牙 那很明显地 Real Swift都可以选择就是离场抗议 事后公开检查 再致力对抗语言暴力 或者帮助女性的缺乏问题 但偏偏呢 他选择了升级暴力去应对 究竟有方觉得呢 是升级暴力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 而更何况 今天有方同学按照理逻辑呢 是不是这样做的彰显正义呢 那但是问题 即使是彰显正义 一个人如是 一百个如是 一万个人都是如是 个个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问题 那法治的存在更何必要呢 所以有方同学 干影过分条款是不可取值得谴责 但是是否只要为了彰显自己所觉得的正义 就可以漠视法纪 以自己方法处理 如行私人一样 这个态度就是有方眼中可取值得推崇呢 凡请有方二赴次教 多谢各位 请注意 方二赴发言时间是三分零八秒 午超时 现在请预方二赴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海鲜和我试饮 试礼试礼 请吃的 準備好了嗎? 丁 評判主席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有方說言語暴力都是犯法 但其實我們沒有否認過兩者都有錯 但Christophe是一罄再犯 所以在88屆已經發生過種族歧視的笑話 Christophe為人已經有問題 你已經受到更大鼓殺 來到二副位置 要分析Christophe說的話 是否太超過可以從Christophe說的話的目的 方法以及結果分析 戰體目的 講笑話的目的無非是鬥觀中心 但Christophe做的事遠遠超過講笑的範疇 Christophe已經是第一次引發爭議 在第88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已經引發過一詩 當時Christophe帶著308隻媒體師的壓抑 牌子走上舞台 表示他們是最敬業、細心、無機運的代表 有請明知保羅和大衛 他繼續說到 如果有人被這個笑話吞了 那你可以用有這些孩子生產的手機發推物 這樣的笑話當然受到公眾的批評 除了公眾的批評 笑話還被GQ、荷里活、報道者、紐約時報、 和華盛頓時報批評 初來炸到演員吟田文談到了笑話 表示 兩小孩在舞台上遊行 幾乎講著是種族歧視笑話 的臺的笑餅臺是非常簡識法 雷能不能與反 相信有方都不會覺得這個是笑話 因為他連最基本的引人笑都做不到 他只有一種種族歧視的笑話 具體方法 講笑話的方法有很多 但絕對不是用取笑科 他人的方法 Bill Smith的老婆Gader 經常談到他與他疾病打交道士的 傷心、情緒的波動 而Christophe在公眾場上 嘲笑他是一個殘酷的事情 這是一個廉價、懶惰和醜陋的笑話 你希望在小學教實道裡能聽到 而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本創之一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講 這個只是一個笑話 但贊助Will Smith和他老婆的立場之下 這個不是一個笑話 而是一個言語暴力 最後我看完他講 社交媒體上 對威爾史密斯 對奧斯卡頒獎展禮上 掛了Chris Rock一巴掌的檢查 火焰 但對Chris Rock的販賣卻很少看法 取笑人是不對的 不應該拿任何人的健康狀況 或者精神不慘 身體慘疾 開會的小日都是欺凌 應該受到同樣的譬責 Will Singh在道歉的時候封開道歉 事後更不發表聲明 表示自己願意獲得處分 足以表示自己願意 相反 至今Chris Rock 並沒有封開回憶的事 監督反而出現的錯誠 盧特索 麗納卡紗克爾說 我一直非常不贊成喜劇 原來觀眾和其他人 可以享受到一個人的收容 我們都可以想以輕鬆的精神生活 而喜劇可以幫助我 還實現這個目標 但在奧斯卡舞台上 取消別人的痛苦 都不是可以予以輕生的事 最後反問右方 在公共場合開啟的 惡劣的揮笑 是不是右方都覺得 一點問題都沒有呢 多謝各位 肯定 月方以赴發言時間為3分鐘 沒有超時 現在我們會進入台下發問的環節 先由甲方台下 帶出一位辯元 向月方任何一位辯元提問 發問時間一分鐘 準備時間一分鐘 回答時間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 15秒有一定提示 之後再由月方 台下排出一位辯元 向隔方的台上辯元發問 發問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的機會 可以由同一位辯元提問 沒有問題 好 我看到八周年的台下 那個鏡頭有點 窒了 看看 處不處理到 好 甲方台下的同學 好 有看到我的 chat box 好 好 我給點時間 台下的同學處理一下 請問是否開不到cam 啊 同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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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隔方台下同學 好 好 你是說不說到的 不好意思 請問是否聽到的 聽到的 現在 你可不可以開到cam 啊 嗯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很好 你準備好可以和我試意 可以 可以 請問是否聽 кого 清楚 可以 而言言暴力又是否真的犯法呢? 有方說Chris說犯法的說法都是錯誤的 因為根據陸散機警局 Will是犯了公言侮辱罪 和故意失人罪 而Chris是沒有犯法的 有方同學今天認為Chris被犯法的Will 更加應該被譴責 是否真的認為法治是可以被凌駕 甚至是不重要呢? 好 都有很多條問題 所以評判自行去決定 這個分數辣度 那努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再十五秒 再十五秒 好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月方排出一位便宜 回答 你有一分鐘拍完時間 準備好可以和我試演 可以 叮 有方同學說 Chris Rock其實也是有犯法 其實他也是犯了公言侮辱罪 我不明白為何有方同學不覺得他有犯法 還有有方同學 其實跟我們說 其實社會金蜂其實你說是暴力 但是你不覺得語言暴力是有問題 有方同學 其實語言暴力比暴力更加傷入 語言暴力傷害的是一個心靈 傷害的是一個人成長之間的心靈 心靈的成長 所以有方同學 其實語言暴力比暴力更加傷入 有方同學 是否想社會上充斥最變暴力呢 多謝各位 好 現在請月方排出第一條的台下發音 好 有1分鐘的發音時間 準備好開心和事件 好 你可以mint一下 我們試一試mic 你試一試mic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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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景聲有些吵 你有沒有 背景聲細一點點 靜一點點的地方 現在是嗎 都聽到 現在聽到的 你嘗嘗說多次 是嗎 OK啊 沒問題 你準備好可以和我試意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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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 鈴 各位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今天提供三個指標 先看法律層 有方說打人殺法 但然而暴力不一定殺法 但便提提的是 雜備 不僅同雜慮實質 以前受到雜慮制裁 不一定需要受責任 這個例子 體驗19年 80歲加8 不容妻子採集病痛苦 唯有律層妻子 本身是嚴重出行 但最後社會不僅無負責 任何外公恩 超過18個月 想問有所負責 是否定領責任何責任呢 多謝各位 好 現在隔坊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那月峰台下的同學 你可以嘗試找個 再靜一點的地方 剛剛都有一點點錯 謝謝 靜, 再15秒 靜, 再15秒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隔坊排出會台上面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先和我善意 善咪善咪,听得清楚 清楚的 可以 首先,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光问我方是否应逢 微信是没有办法 有光问到这个问题 都可以证明到有光是没有听我方主编说话 我方主编一开始已经说过 犯法不可能是唯一的标准 因为人言可畏 我方明白的 因我们同时考虑到另外两个角度 由个人层面来看 WhatsApp是有更好处理方式的 我方一副都说过 离场抗议、事后追究等等 都可以被他采用 但他就选择了封研在奥斯卡带 甚至掌握了前人 难道有方眼中用暴力的光是应当 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我方主编来 好 好 那现在 去到第二条台下发问 那先隔方台下排出 第二条台下发问 我帮你试一试咪 你试一下mute 试咪试咪试咪 请问听 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的 好 准备好可以和我试衣 可以 叮 暴力解决问题 主席 评判了这个位置 相信这句话 大家从小到大都听了 但当中的道理有多少人明白呢 很遗憾 Will Smith和有方证明 孤密论 真的好像有方所说 保护到他老婆呢 还是反而令他承受更大的渔轮压力 蒙受更严重的心理损伤呢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月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空族 tri 我们下日 我们下日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选择方派出一位台上缘续 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先和我示意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評判主席 各位大家好 我們看看另外兩個指標先看個人方面 右方說Will Smith是公眾人物 但為什麼Chris Watt又不是公眾人物呢? 其次看看社會方面 右方說Will Smith行為對公眾影響大 因為不少人支持出手打人 但同樣有人支持Chris Watt 按照右方的邏輯 是不是Chris Watt應該有更大的譴責呢? 其次今天右方主編都指出 後來Will Smith也有公開道歉 表明自己行為有錯 不應該使用暴力 反問有方Will Smith有道歉 要大家不要學Chris Watt連道歉都沒有 何且對社會負面影響更加大呢? 多謝各位 好 現在請 隔方的同學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為何所視聴的眼神 跟隨我再講 可算一能 各個合照 所創造的 兩人 其實我的天神 真實 battle 真實是 十分 15秒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甲方的同學排出一位台上緣作答 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準備好先和示意 小偉小偉請問聽得清楚 清楚的 可以 聽 各位大家好 回應一個問題分兩個層面問 首先一個個人層面 可能我的確不否認兩者都是公眾人 兩者當然有影響 但問題在於今天是講應對方式 他即場是講應對方式 原來是忍住不了自己的衝動 然後想抬一巴掌下去 但相反 Chris Rock今天被人公開掌掌 這樣都是被人收入的時候 他反而選擇是忍一大氣 推一步海闊天空 先令事情平息 所以可能我從個人層面來說 雖然你自己都有影響力 但影響力就是在於他的應對方式有不同 所以有問有方 今天一個冷靜處理 一個衝動處理 到底何者更可取 而何者應該更受檢責 好了說到社會層面方面 今天一方同學跟他講說有悔意 但問題是我方以後 我們已經跟他講過 今天道歉是否等於一切 當然了 我方不透明他影響他的觀感 但問題是若然你譴責的時候 可不可以講這件事的本質呢 正如我真的打了一方同學一脫 再跟他道歉 是否影響到我打理這件事 本身已經破壞了 所以一方同學請思考清楚 多謝各位 那現在進入台下 台上結編的環節 那現在雙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 請多謝 好,準備時間結束了 那現在先請月方 結束發言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 可以請先和我善意 聽得清晰的 聽 評判主席有心學 各位,大家好 從小到大日 我們總會試過和身邊的人吵架 但幫我們將事情和人說 無論是父母還是老師 除了方法都是大同小儀 才了解事情 並且做錯的人道歉 道歉了雙方和解 是明白被人背後的難處 道歉是明白他人造成的傷害 無論是變題管則 究竟是Will Smith和Chris Wall做到耳神偏向嗎 不單止不了解這個所謂的笑話 對當時人造成的傷害 在事後更從來沒有表達過 自己做錯 或者對Jada覺得補欠 在學校裏面 做錯事不代表 被老師罰得更重 出道社會 為何在有空眼中 Chris Wall反應可以獲得 解釋的選擇呢 越終於全場可以從以下的問題發問 第一 Will Smith應不應該使用暴力 到歸正場比賽 有空反應變成最大的原因 所以Will Smith不應該使用暴力 但我看由主電開始 萬有方 Will Smith只用姿勢暴力 但Chris Wall同樣使用暴力 按照有方 用暴力就不對的邏實 是不是兩者都有錯 都應該受選擇呢 既然有方今天只是相同標準 明明是一樣犯上錯 不適合Chris Wall更加無悔意 為何不是要承受更大的選擇呢 今次我看由主電開始強笑 證明YouTube Wall無論是回到電力現場 還是事後回應 都表現出自己的內疚和悔意 但Chris Wall又是怎樣呢 試下仔知道自己 表現自己不知道Gader 因健康問題脫發 不知道能否等於沒有問題呢 其次我方全場都指出了 Gader正在2018年公佈 表現自己有健康問題 因而有益控問題 究竟Chris Wall有多大機會不清楚呢 有方解釋不到 我方需要強烈 不是說到了協議大了 而在一個人做錯的時候 我們要衡量對方有沒有負義 我問有方是否覺得 Chris Wall做錯不道歉 但是沒有問題呢 第二 Chris Wall對社會造成的負義影響更大 要衡量檢查的多少 除了看個人有沒有負義 更要看對社會的影響 事實是 正如我方前上都提過 Chris Wall不是錯誤 在國安的奧斯卡頒順利 跟我們對其他人使用 與小華為民的暴力 第二2005年 Chris Wall曾暗策在電影 掛售於波林大華 不擊 最恨色言之不理多 Julie 怒對商業片來者不拒 令對方感到被冒犯 去到夜人一路連近於多 翻奉著荷里活的種族指示 就只可認Chris Wall 這次仍然不打一時三日給十五 而是只要覺得自己是限制 就可以介紹和行私而言於暴力 但更甚至是 我方比有方看得這麼宏觀 用語去取笑 不單止令當時人覺得痛苦 更會令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若然日後有這麼一刻 真的覺得 即使行駛這個言語暴力 都不用受這麼多欠責 就可能 這麼多被他人開啟笑 或小禍 是不是有方想見到的呢 就說各位 Mr.Smart 其實只是暴力可以領成解駕 關注暴力 但相反 Chris Wall 再三分眼錯 反而是一種提倡 為什麼不單止容易認錯 更告解他人 在愛熟和平社會中 不應該有暴力 究竟或者要受到更大的驗證 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都要全場 兩者都要先用暴力 就以前他們的做法 應該受到更大的驗證 所以 相信 所以 多謝各位 好 月方結辯 發言時間為三燈 42秒 沒有超時 現在到格方結辯 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 清晰 清晰的 準備好開頭的事件 可以 叮 主席評判 在座各位 大家好 總結今天有方全場的表演 有方今天不單止不聽有方說話 還想將Will Smith 立法成一個 合道 打著正義的旗號 去自拍犯法 有方塑造到Will Smith 就好像一個保護家人的好男人 但就算有方說得多正義 想念也好 但也改變不到一個事實 就是 打人 無論如何都是錯的 其實聽了整場 不難發現 我方和有方今天有幾個分歧 來到結辯 就讓我為大家 脫下接著有方視線的幾個眼鏡 幫有方正視他們眼中 所謂正義背後的現實 好了 第一副眼鏡 今天有方沒有比較 今天我方問 今天我方問 有方Will Smith 打人兼不應該負責人 有方沒有回答 那他們的回應是什麼 他們說 Chris Rock 抱歉 因為他來侮辱人 用身體取消人 所以他就應該要受到更大譴責 但先等一等 因為現實說 哪個要承擔更大譴責 有方又不做對比 其實今天有方是錯誤審視現實 就是心裏面 甚至Will Smith 已經是應該要受到更大譴責 所以避免不談 好了 第二副眼鏡 今天有方說 語言暴力後果很嚴重 可能會造成生靈一身的創傷 或者憂鬱那些 但先等一等 今天有方口中所謂的語言暴力影響這麼大 今天Will Smith 在頭下當著全球1600萬的觀眾 辱罵Chris Rock 這個又是否一個語言暴力呢 當然是 今天Will Smith 同時把語言暴力和肢體暴力 很明顯就是Will Smith 更加應該受到譴責 好了 第三副眼鏡 今天有方強調 要有誠意的道歉 又沒有解釋道歉 和不道歉 為何會影響到兩者的譴責力度 有方解釋不到 即是代表他們今天都知道 Will Smith應該要受到更大的譴責 就像我方主編所說 今天要判斷Will Smith和Chris Rock要受到更大的譴責 絕對不是單在打贏那一刻 而是要好像審案一樣 考慮法律、動機、社會影響等等因素 才達出裁決 因此今天我方才提出要由法律、個人和社會三大層面 甚至今次方科 首先由法律層面出發 今天我方台上台下全場都問有方 你打人 Will Smith打人要不要負責 有方便事言扮聽不到 即是代表今天有方都知道Will Smith要負責任 我們看看Chris Rock Chris Rock其實在今天講這個笑話之前 並不知道Jader方向是因為脫髮症 即是代表他事先知道 會不會出開這個援兆都是一個問題 正正因為是這樣 Chris Rock有沒有語言暴力 還有待相扣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Will Smith有出手打人 所以其實是否在有方眼中 證據確鑿的出手打人 都比不上未能肯定的語言暴力呢 然後由個人沉面出發 我方明白Will Smith固態深切 但即使是這樣 會後有合理的原因 都不能夠為他指法犯法的行為洗髮 他在當時被情緒控制著自己 採取用一個以報制補的手段 在有無數更好的解決方法的情況下 仍然選擇犯法 但很可惜Will Smith打完人之後 不單止沒有解決問題 更加令自己惹上更麻煩的後果 可以說是百可而無一利 最後由社會層面出發 今天Will Smith身為公眾人物 奧斯卡在全球觸目的場合中 一對一動都會受到觀眾的關注 對社會的影響都會有一定的影響力 但他竟然在頒掌頭上面打人 美其名就說互妻心切而已 實際上只不過是舉著互妻的旗號 實施私營 如果今天群眾接受 並且合理化這個舉動 那麼Will Smith是真男人 是英雄推上這個行為 對社會造成的後果只會一法不可收手 再說各位 今天無論Will Smith還是Chris Rock 兩個都衰 兩個都應該要受到掌握 一個肢體暴力 一個語言暴力 的確沒有說哪個被哪個高傷 但有正當理由 從來都不能夠合理化打人 今天Will Smith錯了錯了 他不視了自己的影響力 終然犯法打人 在群眾的心裏中下私刑 沒錯總之 任由他們生根發下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要掌握Will Smith Will Smith比Chris Rock更加應該受到掌握 多謝各位 向剛方傑田發言時間為4分11秒 一點沒有超時 現在比賽就一段落 Lie 那我们先请评判给一给分事上的分子 那记住要给最佳辩论员的分 那最好的就是三分 其次的一位是两分 剩下的就是一分了 谢谢大家 如果有评判可以先给评论员 都可以和我说的 我都可以先说评论 那我们先请博客小姐给评论员 那我就长话短说 我最主要想说一些关于线上的问题 那大家有一件很重要的要留意的东西 就是你说了不等于你论证了 其实这个也不断地出现的 正反方都有 那例如隔方会在你的point 2会说 可能他以暴制暴出现了更大的问题 那我会想知道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的point 3是说对社会的坏影响 你们就除了你们那份 是不是纽约时报的民调之外 就没有了 你们正反都很惯常就会问 那你会不会不惩罚他 就会令到社会觉得这件事没有问题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风气呢 但是风气那样东西 你们由头到尾都只是用了反问的方式 去问了这件事 你们就自己没有解释过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造成了什么的风气 究竟是不是越来越多人 或者可能越方都是 会不会是越来越多人 可能不考虑或者不会想清楚 那个人是不是可能身体上有疾病 所以他才会做了某一件事 然后很快就会说了个玩笑 但是这些风气的东西 就全场都听不到 因为 好像你们都知道 其实这条变态是要做一些比较的事情 你们在前面的比较 正方就不断地说 他因为他是犯了法 所以他就一定要是罚得重一点 但是去到后面那些位置的 再推下去 他个人 有些你们是 现在打到好像打 你就说他有言语暴力 我又有 然后 你们没有说到那个风气那个位置的话 我就在那些位置的比较上 我就比较难给到分 然后 好 然后我觉得反方 自己都要想一想 你们设定的标准是有没有 一个认识 我见你们有说负义 然后这个位置都被正方全场 就是追击了一轮 这样 你们可以想一下 其实你们说的有些东西 是跟法律上一些判刑的刑法 是不是重一点 其实都有关系 例如有没有负义都会看 会不会是一个减刑的因素 他是不是重犯这些东西都是 但是可能在正方 就是甲方说的时候 你们就没什么 怎样可以守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到他到底道歉那个位置 是应该要看得多重呢 这个就会有些 有些 就是会 会 那你就少了这个位置去认 就好像会有些失手了这个点 就是这样 接着呢 我觉得 另一样都很重要的 想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收音的问题 我要很坦白说 有些台下的问题 其实我真的不太听到 我只是弱了听到一些重要的字眼 所以大家自己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是反方的第一条的台下发问 是很侧的那些声音 接着说一点 我觉得甲方有些逻辑上的问题 是有些奇怪 但是反方是没有问过的 例如是 甲方会这样 会将语言暴力 他们就会觉得 因为Will Smith也有说粗口 他都叫做公然辱骂了他 就好像说到一个会 令人精神送创的笑话 和一个粗口 就将他们说是一样的后果 这个是甲一我听到的 我觉得这些你都要 你都要尝试捉一下 你不可以让他说到 好像他有说到粗口 所以大家就一样打 超级 你不断也都要说一下 究竟那个精神损伤是不是一样 究竟那个对于 你想一下一个是 就是像他这样说粗口 是对着一个 一个讲起 就是平时是讲开笑话 是一个喜剧的人来说 究竟那个影响有没有那么大 接着 正方也有说到说 Wil Smith是痛恨暴力 但他同时是私暴者 这个是 我不知道是我前面错了一些东西 还是怎样的 总之在 反方 对不起 在甲一的时候 第一次讲的时候 我是怕不到他本身的痛恨暴力 但是他有私暴的那个痛恨暴力 在哪里出现 接着 基本上反方 我继续都是圈的那些 例如说 跟风是否令到所有人都会做语言暴力 这些无论症 然后你说 Chris Rawl是有一个模式 会不停的犯错 你就问他下一次会不会犯错 这些要讲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 正方都可以尝试去讲 究竟他讲的那个笑话的类型 是很不同的 他和李安那些亚裔的演员 的一些种族的歧视 应该都是有分别的 但是甲方都没有什么 捉到的那些分别 是的 又不要让对面说到 他之前有讲过某一个笑话 所以他现在必然是重犯 就是他们的 会不会是程度上有不同 或者是 是的 这样 接着 所以我觉得大家留意的一件事是 你们的着色词很多 就是你们会形容那件事 说很不恰当 很暴力 很廉价 这些 就是反而可以用多些筆密 去讲多些后面的结果 另一件事就是 大家留意一下 你们下词的时候 不要全部用书免语 读回那些词出来 因为是很难听到的 尤其是在 越方二负的时候 你在你的目的下面 就有一堆 一堆词了 其实那些我不是听得很清楚 究竟你是实际想说什么 所以要尽量令到 评判要容易吸收 尤其是现在 网赛 又会有一些 可能是网络问题 是这样 跟着 跟着 有一些想大家可以 有些是我听听一下 突然想知道多些东西 例如整个官司明明就有JADAR在里面 但是没有人说得多些关于JADAR是怎样的 除了反方有说过 他以前是因为受这个病的影响而抑郭 但是他跟着之后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会不会有些东西可以 说一下JADAR是怎样的呢 或者是 究竟社会怎样感受 或者是当时在奥斯卡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的学校都有打这条变题 我会知道他有些 是有找回 是出席了奥斯卡的演员 去怎样看这件事 就是他们怎样去 看这个喜剧和打人的比较 因为 始终我觉得 都要尝试去 说回 就是贴合他们的文化 在他们的角度来看 究竟他们觉得哪一件事是更加重要 我觉得这些都要有的 然后 是的 他是有个网络 找了基本上所有明星 他们怎样去看这件事 因为始终有一个喜剧的文化 我觉得在美国都比较盛行 所以究竟他们自己 能否接受到那一套 这样的开玩笑 这些是可以研究一下的 其实隔方也可以研究 因为他们有很多都是说 其实笑话是一点都不好笑 对不起 这个是粤方说的 笑话是完全不好笑 然后说其实 应该是人人都知道的 所以他就不应该这样做 是的 那隔方也会有 其实也有很大量是说 其实他打人是极度不对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式 是的 这样 还有一些也是内容 上的东西就是 隔二在拨那个 亚裔演员的种族歧视 你就说李安当时都没有冲上台打他 其实我会有点想知 那是怎样呢 就是大家面对着 Chris Roth以前都会说 这么差劲的笑话 甚至一些种族歧视言论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用什么其他的方法 又是有效地制止他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粤方可以尝试去说的一个逻辑 就是可能你说的那些其他方法根本是没有用的 就是令到他继续是那么恶劣 继续是重发 甚至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是没有改变的 是的 那你都可以说多些 就是本身现在社会的风气是否不着重这些 所以你觉得需要更大的谴责去制止这一件事呢 就是好像你们这么说 人人都知道其实打人是不对的 那是不是有机会我们现在需要谴责Chris Roth多些 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要告诉别人 用这些这样的身体状况来去开玩笑 种族歧视去开玩笑 都是更加不能够容忍的 是这些的说法 所以我会觉得是推进不够多 所以大家去到后面 第一就是大家说话都很重复 第二就是有些比较上面就会越说越不知道 究竟为什么你那边是会 你那边为什么会赢 大致上是这样 其他就留给其他评论说 谢谢 谢谢王可乔小姐的评论 那我们现在请王一熙先生给一些评论我们 谢谢蔡惠 刚刚那位评论也说了很多 可能就受着他说的话之外再补充一点 首先今天听完整场比赛之后 我觉得两边都 两边都面对着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的主线都十分之简单 十分之薄弱 如果是直接这样说的话 因为其实基本上听完两边的主编 我已经 就是你们后面一二结 甚至台下等等 你们说的内容 其实和你们主编说话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就是正方都是说打人制犯法 打人制不对 接着Wil Smith又出口又出手 Chris Roth就只是出口 所以Wil Smith就错了 越方又就是说言语暴力伤害大一点 Chris Roth没有富裔 这些不同的说法 其实整场讲来讲去都是这些 我觉得两边在推进上 都可以加多一些想多一些 可以怎样去推进 令自己的主线更加丰富 其实一开始听到甲主的时候 他开了三个层面去看 法律、个人和社会 我以为之后就会有很多延伸 最后就不是了 这一方面有点失望 所以甲方的同学可能说一些 我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可以怎样延伸 或者有什么新的事情可以说 我觉得甲方的第二个论点 个人层面上 他这个不尊重奥斯卡的说法 其实挺值得去说的 就是会不会是说一说 其实奥斯卡的目的就是为了 去推崇电影 推崇一些宣传的电影 但是因为Wil Smith打了Chris Roth之后 令到今届奥斯卡的焦点 从电影而变成奥斯卡的打人风波 其实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说一说 令到整个主线更加丰富呢 同一时间的就是 其实可不可以 就像刚刚那位评伴所说 可不可以配合一下 究竟现在欧美社会上的风气是怎样呢 就是我个人认知上 可能是否会 就是之前有这个八公的那个 不是很记得是什么 是不是叫暴乱 那之前BLM等等的事件 会不会令到其实欧美的一些社会 其实普遍上都对暴力这件事 十分之反感 而令到整个社会都十分之反暴力呢 那如果那个社会是反暴力的话 那就可以在这个社会层面那里 去说出来就是令到社会 其实社会都不认同Will Smith这种行为 那就会令到你们的说法更加有说服力 而不是只是 就是没什么资料就这样听下去 那反方上就是越方也是 那首先就是言语暴力那里 你说会助长在一个社会的歪风 因为没有人去说他们 那这个听下去逻辑上都挺正常 但是是欠缺了一些资料的运用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找不到一些调查的话 会不会可以找一找 究竟其实真的有病的人 他们怎样想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可能跟Jader一样有班党处病 或者有其他病人 那他们听到这些言论之后 会不会自己不开心 或者会不会多让人笑他们呢 那我觉得可以找一下这些真实的例子 如果找不到一些很大的调查的话 那我觉得这些是需要用多些资料的说法去说 那其次上我觉得今天大家在反驳上 都有一些事情去做得更加好的 例如在法律这个论点上 那月方好像就直接让了这个点给隔方 那去到台下先出来说 就是说其实犯法都不等于要受更大的谴责 那会不会退一步想 究竟今天犯法的是不是只有 只得Will Smith这一个呢 那其实这件事在月方台上的时候都说了一句 但是他只是说Chris Rock都有犯错 也就是有犯法 但是没有解释他犯了什么法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你歧视一个病人 就是你歧视得一种犯法 那现在你歧视一个病人 那其实会不会已经犯了某种的法律 我自己就不太熟悉这些了 那会不会找一找其实歧视会不会犯法呢 那还有之前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 英国这个法院判了 如果你笑一个男性兔头的话就是性骚扰 那其实会不会笑一个人的外观 其实都已经是犯法 会犯了某种法律呢 我觉得反方可以在这一方面找多些资料 那就不至于直接把法律整个论点 就让了给隔方 那我觉得这件事去做得更加好 那其次就是我觉得今天隔方 都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做一个钉盖的 例如就是法律上 那你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次 你已经问了对面很多次 究竟犯法是不是对 那其实对面都答不了你的 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尽早把这一个位置 就招了它 那不要再每一个位置都在那里面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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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直到去到台下的第一条问题 都是在问法律是否犯法 是否对 那我这件事听下去就好像 就是很重复了 你说一次都不会特别加分的 那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隔方结面的时候突然出了一个新的资料 就说 Chris不知道Jada是有病的 那其实如果我觉得这个资料 其实我听下去 对于隔方来说也有利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早点出 放在主面的时候 就是放在你的个人层面也好 其他层面等等也好 就是早点出的话会对你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那大约的评论就是这样的 那就再交给下位评估 谢谢 很多谢黄熙先生的评论 那我们最后有请徐永言小姐 给我们一些评论 好 那大家好 那首先就很多谢你们的准备 那但是很遗憾地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就 其实不是说 好 好 好充足 一些忙碌资料上 主线设计上 都是有很多很可惜的地方 那刚才那位评判都说了很多 那都跟我想说的话 其实很类似的 那所以大家都 其实要第一次思考一下自己的主线 就是比如说法律上 你能不能够去撑到全场呢 反方 你说的可能他重犯的这件事情 那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推进呢 就是重犯代表着什么 是不是代表着要利用这个暴力 才可以去阻止这个情况呢 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很需要进一步去推进的论述 去跟我说究竟 为什么他们要用这个行为 就是你们没有交代清楚 而至于你们后场的东西 和主名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而会搞到很无聊 其实 还有再加上 其实你们有很多的反驳 都是好像让了给对方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本身是你们的论点 但是你们可以放弃了 就是比如好像月方所说的 可能是一些 是你们说了些什么呢 等一下 我先思考一下 是 就是可能你们说的话 这个东西是重返 对面是没有回应过你重返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可以不说的呢 就是你可以是 只是强调重返 然后就算 但是其实你可以再 解释多些 就是可以再去 说多些 发展多些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但是最后呢 其实我想强调一个位置 就是在语言运用上 就是其实有 就是没有礼貌 以及有台风 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差别的 但是我会觉得 你们有很多时候 是要是 一样 然后就用那种语气 表达方式 是没有礼貌 这样 譬如 你说先聊者战 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难听的 就是 是要避免去运用 就像甲方的柱边 他都跟大家说了 先聊者战是非常难听 但是去到 粤方的 可能二副 还是一副 是的 都有继续去用这个语言 而且是一再重复的 用这个语言的时候 其实观感不太好 所以 在字眼上 大家要避免 某些不好听的字眼 还有在语气上 大家 怎样说 才叫做 有台风 怎样说才叫做 有礼貌 是大家要多加留意的东西 我的评论就是这么多 好 谢谢卓宏仪小姐 和三位评判的意见 现在将会宣读赛果的 宣布赛果之前 我们会宣布最佳辩论员 今场的最佳辩论员是 甲方的乙父 大俊哲同学 那今场的比赛呢 以票数作决计 那 赛果为3比0 有家方 武朗局 大俊哲 令理小中 纪念中学生出 大俊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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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